大家好,今日是3月14日,今日的市場又跌了,不用考慮了 北水怎樣流入也好,都沒有什麼支撐市場 近十日,港股的資金流動量大 不過北水的流入量相對並沒有太大增加 最近的最有活躍北水流出流入的股票 我們看到的就是,就算以北水流入最多的股票來看 例如美團、騰訊、李寧、快手、小米等 我們到复失去香港